为了推广台语文化之美 台中市的图书馆 10月27号 11月3号 在镇深台中台三楼大礼堂举办 《我来伴依你来听》 成人台语广播剧严锡营 总共有21位来自全台各地 对台语及声音有兴趣的学员参加 营队中安排了多位 经验丰富的重量级业师 从肢体表情语韵等多方面 带领学员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 那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跟镇深广播电台开始合作了 那也建立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默契 那今年其实很高兴 我们要继续办理成人跟青少年 两个场次的一个营队 那今天刚好是成人的营队的一个结业室 那我很高兴在今天的结业室呢 看到参与的学员其实都很融入在整个广播制作的一个过程中 那在肢体语言呢也更加的一个开阔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实作 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国家语言台语的一个使用 那可以把它融入到生活中 活动一开始由耕耘剧场多年的黄婉琪老师 带领大家进行肢体开发 经过破冰 课堂气氛马上活络起来 紧接着邀请尼斯星球剧团的团长许玉珍老师 针对声音表情探索和发声的呼吸诀窍 带领学员更认识声音 来 去我 来 去我可以在那傍栋这里 嘿 去感受一下那傍栋是碰到的 嘿 很好 啊头部 头有嘴頭 头过去了嘶 嘶 花是嘶 拿走来的声来 那傍栋是哪个 哦 三 四 五 吸气 哦 很好 接着更请到横跨剧场 电视与电影的演员 徐浩翔老师 除了指导表演技巧 也陪着大家一起探索 及寻宿最适合自己的剧中角色 我觉得今天的同学 大家因为是主动自己报名来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主动意愿性都非常高 而且大家也很主动的在提问 那同时因为有蛮多同学都是真的台语人 所以他们的台语腔调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舒服 我自己很喜欢 来到第二天 课程一样紧凑扎实 不仅邀请到素有台湾歌谣诗人美誉的陈维斌医师 跟大家分享台语雅歌的美好 也安排新生一号剧团的张世洋团长 透过剧场游戏的方式 让学员亲身体验即兴喜剧的魅力 我自己觉得成为一个极性喜剧的演员 两个能力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故事的能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消化的能力 因为它毕竟还是喜剧 那基本上只要你有掌握这两个原则 我觉得极性喜剧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正常广播电台的 成人台语广播剧原习会 当他来邀请我的时候我马上就答应了 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就像一个广播剧一样 并化非常的多 适合雅医生我在日本住过40年 然后我跨国跨领域专门写台语歌曲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 而来到活动的重头戏 为台语广播剧配音 虽然是第一次进录音室 但是大家都卯足全力 克服紧张 透过声音表现剧中角色的个性与情感 电台同仁则协助后制剪辑快剪快播 在成果发表中 呈现各组共同完成的广播剧 最终并评选出优异的作品 赠送小礼物以资表扬 在这两天有这个真伯定的学习 因为之前听到这个报名的主信 我就感觉 这声音的表现对我们生活是很重要 像我的工作是在教授 如果有比较好的声音 比较好听的声音 也会吸引我们学生音来听 而且在这很多议文经济也会用到声音 因为报名太踊跃 所以我其实是后不上的 还好最后我还是有后不到 那我很开心我有报名上 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活动 老师真的就是很专业 而且他们不是说就是 都是只是跟你说那个专业名词 或者很健身 他们是很简单的这样子 很平时去告诉你这些重点 让你都能够听懂 那我本身对声音也非常有兴趣 然后想说多学一些 但是来到这边我发现老师真的也很专业 他有告诉我们发声声音的发声 有头部不同角色 鼻子就是小朋友的 阿嬷就是压低 原来你可以用身体的构造 去发出不同的声音 然后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你的声音更有变化 每天的台语广播营很快就到了尾声 参与的学员都觉得意犹未尽 大赞老师的教学引导都很棒很细腻 不仅提升台语口语表达能力 还学习到如何用声音表情演戏 从玩声音中找到快乐 以上新闻由正向天台记者林安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声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